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美发起对华301调查以来 美方一直没有停止采取各种是贸易摩擦升级的措施 却反而指责是中方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孰是孰非 这是不变自明的 他表示 挫伤的前提是讲诚信 守信用 据他了解的情况 目前双方尚未就重启谈判进行接触 中方已经多次强调 我们不愿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并将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高峰说 同时 我们将加强与世界各国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 共同雷护自由贸易原则与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世界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高峰还指出 高通收购恩制服 未获批准一案 属于法垄断施法问题 与中美经贸摩擦无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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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